哈哈哈哈 哎呦 兄弟们 龙虾你们都吃过吧 前两天我有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 说这里面有一家汽车餐厅 他们家的龙虾大到离谱 而且特别好吃 走 今天带你去尝尝 哇 这么多人排队 大家好 欢迎光临 您好 您好 有 我姓顾 照顾的顾 顾先生是吗 您请 哇 你们怎么还结巴了 一副没见过四面的样子 你们家顶上怎么挂了个车 对 我们老板他开了不想开了 所以就挂上去了 哦 好家伙 您好 我这边的菜单您可以看一下哦 呀 妈呀 终于有头了 您好 您今天这边订了一个大龙虾 需要给您点点什么配菜吗 呃 我感觉每样都蛮好吃的 你吃片给我来一点就好了 好的 我就不看了 我看不懂 好的 您请稍得哦 我才发现他挂了开摩托 他是宝马的 我靠 哎 老板姐 你看 这是班首做的餐具 有点意思 来 您好 郭先生 您点了龙虾 下手板足足了 这么大的龙虾还是头一次见 哇 给你们看一下这龙虾多高啊 从这儿到我中期就只有半个人够啊 哇靠 这龙虾多少钱啊 这个18斤 他今天多大了他怎么还活着 他一两百岁左右 什么玩意 这个家伙年纪这么大 所以这个虾出生是在清朝 对的 行吧 那就蒸了吧 蒸了吧去吧 好的 您好 打到下 这是我们的甜品 酱酥特牙 你现在整我的吗 不是这晚上能吃吗 您放心 除了盘子 其他都可以吃的 这是个扳手 巧克力啊 嗯 不错吧 好 你去吧 巧克力好甜啊 这是个螺丝啊 之前他能不能拧啊那螺丝 哇 他还真是灵着吗 真好 不知道你是开心还是苦笑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蛮好吃的 这是几天没吃饭了 饿成这样 诶 这是我们龙虾来了吗 哇 哇 至于吗 得四个人才啊 你好 富先生 这是您的超级海陆风泡餐 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啊 那个 您是猴哥吗 看来今天又要沾猴哥的广了 对算是吧 我们老板特别喜欢您了 然后就送了一只龙虾给您 这龙虾可能你们看不出来有多大 你跟那个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是普通的薄酥的东西啊 但我有个问题 在这个箱里蒸完了 我怎么吃呢 哦 我们有特制的餐具 什么东西 您上一下 您稍等一下 大 我的乖乖 这是要干嘛 这是餐具 对 你们家吃饭用这个东西吃 是的 那不至于有一把锯子吧 这个是用来吃这个蟹钱的 锯这个的 对对 我已经傻了 你没有见过这么吃东西的吗 你别光一个人吃啊 给我留点啊 在乎这哪吃的呢 我就不明白这这么大钱的 这这 到时候啊 我不是挑不动这个钱的呀 这钱的比我脸大 我就不信 我才打不开你 我真的搞不动这个东西 这个 他这关节里面的肉都给你当顿早饭是吧 哇 好吃啊 怎么了 你能帮我弄开吗 我试试看啊 哦 你们平常都这么狂野的是吧 哈哈哈哈 哇 查查给你们看这龙虾肉到底有多少啊 哇 哇 哇 嗯 这这钱我感觉够三个人的量啊 哇 哇 哇你看这虾肉 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夸张的龙虾了 哇 哈哈 哈哈哈 啊 哇 wam 你们看这个虾肉 太爽了吧 哇 真的巨爽 对了 忽然 帮我打包一下吧 我吃不完 要不你跟盘子一起打吧 这么大打不了 不是 这些我都吃得完 我一直把这个打包 这个是吧 给我媳妇的 好 好 哎呦 兄弟们 你们吃过最奇怪的鱼是什么 前两天有个粉丝发自信跟我说 在上海滩的这个楼上有一家店 他们家有个隐藏态单 这里面有一个我绝对没吃过的鱼 我没吃过的鱼 走 一起去看看 干嘛你先撈完了 看他没你嘛 你好 你好 有一地方钱 我姓顾 订了一个包间 好的 哦 在这儿 菜单您看一下 有什么喜欢的 你家管这个叫菜单 菜单上具的几个菜 正是在敷衍我吗 因为我们都是海鲜钢 直接挑 很像没啥必要看 我不是定人给你那个隐藏菜单 对 就是有个很大的鱼是吗 在了已经 我帮你推进来看一下 OK 然后你再随便帮我搭配几个菜就好了 可以 先 待会啥 您定在里面倒 哦 你家管这个叫鱼啊 这是那个隐藏菜单啊 对对对 我说马上都没涂呢 鸭水猪宝 还有你吗 这个不是保护头吗 这个能吃 是养殖 放心 他咋盯着我呢 他爱你啊 这玩意是咋吃的 这个鱼的话 大 可以育于多吃 这个一共多少钱 30斤 不行 给你看一下 不行 行吧 你拿去对吧 好嘞 赶紧准备了 赶紧准备了 椒盐富贵虾 这就是随意搭配 对 这个这个这个 它是一只 这么大 只有一个胳膊大 差不多 需要酒透吧 不用 你俩没有灵魂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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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这个肉刚吃起来是咸的 但是吃到最后补まず咸的 我这个肉 虽然很大 但是超级赚 超级好吃 皮皮焰最应该吃脚炎的 轻蒸的属于浪费 吸esque一下 来 欢迎上一下您预订的鱼 这哪个是 这个是打电炉 直接烫火锅就可以 这个是鳄鱼找 这是脚 对 四个角 这个是鳄鱼的尾巴 还有一个倒汤 鳄鱼骨包的 牛虎和鳄鱼骨一起包的 好嘞 口感特别神奇 有多神奇啊 你别过去 快点 我都驴骨腿 行行 现在挂着吧 来 先尝尝鳄鱼爵是什么味道 不怕得狡气嘛 哇 这大得像蹄棒一样 你得跟我先把鳄鱼肉删一下 效率要高 试一下啊 它皮不是硬的 是糯糯的 马上肉有点像鸡腿和牛蛙的结合 鸡蛙的感觉 鸡蛙是什么 你看这个皮 哇 这个皮真的超级好吃 你看这个肉 它有点蹄棒的感觉 比想象的好吃很多 尤其是皮 来 再来试一下这个 尾巴 它没有骨头 但它这个口感有点像QQ糖 味道吧 就是那种咸鲜味 好像特别咸 大家尝一下这个肉 它这个肉还真的观想鱼肉的 虽然是鳄鱼啊 就这么说吧 这个肉比普通的鱼肉 仅贵十倍 你这十倍是怎么算的 但这个肉跟其他的一样 就这个皮就是最最好吃的 它树下它的汤 看 这是鳄鱼的骨头 好喝到本贵了 是吗 先掉牙呀 就反正总结下来 就是这个皮最好吃 要不然说鳄鱼皮面的贵的 对啊 帮我打包一下吧 四个多打包 这四个我吃得完的 帮我把鳄鱼头给打包 我带给我媳妇 他还吃鱼头 看过了太多的街头香味 看过了太多的街头香味